節目開始 上菜了 記得訂閱 11點熱炒店YouTube頻道 11點熱炒店 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玉琳哥 最近你有看那個 新的那個韓劇 送給喬的那個 歌曲 那是一定要的 那個叫什麼 黑暗 暗黑 黑暗榮廟 對 他就是在講說 他就是長大以後 回去報復所有 曾經在學校欺負他的人 我看那部戲 是真的滿巧合的 我老婆在看 然後我在中文叫做假妹 就是瞇一下 然後我也就 睜一隻眼 鼻一隻眼在看 看著看著板子斜躺著 然後就慢慢坐起來 換我跟她一樣專注 我跟你講 我們一夜之間 看掉八集 真的假的 從晚上八點開始 一個晚上看掉八集 等到我們看完的時候 已經要送女兒去坐校車了 你還可以一個晚上不睡覺 後來我睡了三天 對啊 就是說這部戲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發 因為傳統的教育都說 人 得勞人處且勞人 勞人 做人留意憲之後好見面 NO 不要這樣 人被欺負到極致的時候 一定要 要不然你就是愚蠢的 你被人家看沒有 看衰 你有經驗嗎 反擊的經驗 沒有 這樣 他每一次講得跟真的樣 他很不敢 他不喜歡跟人家有不好的感覺 因為我沒有被欺負過 所以我當然這相關的經驗 他都欺負人家吧 那應該有很多人想報復你吧 因為那時候你做節目 你也逼著他們這樣 每次那個春節子 來我們節目都講說 你叫他把他頭 放在那個鱷魚嘴巴裡面 我在 對啊 難道他們沒領錢嗎 好像講了他們在那邊演 然後都沒拿錢一樣 可是因為領到錢都沒有 那個危險來得可怕 可是你沒有視線跟他講鱷魚 這個是 你都也連哄帶騙的 只有講鱷魚 只是說沒有要把手伸進去 對 而且那隻鱷魚 經過百年的訓練 人家那個老闆 鱷魚員的老闆 都敢把頭放進鱷魚嘴裡面 我知道誰想報復你 老潘 潘老師 因為你又講他保姆 又說他猴子 又說他Selene Dion 又說他公公 他的爸爸就是那個老軍人 幫他老婆洗內褲 你們的褲子我都可以背了 每一次那個老潘來 都要揍你拿那個板子 這樣打你 發瘋 罵六隻雞 然後口沫 橫飛 牙齒快飛出來了 除非己莫為 我們互相傷害 但是也那個啦 互相愛 你幾個哥們他那個老瞻 對 就黏住你 沒錯 而且他們兩個很好笑 他只要說 要不要去尿尿 他們就站起來喔 好 一起去上廁所 就這樣子囉 中女生吧 不是他們真的 長三跟老潘都會說 好 他講我們上廁所 然後就要小睡一步 小睡一步追著他 然後哥就這樣 去上廁所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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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們三個人的關係 我真是看了菩薩這樣 好像我是惡霸一樣 好 今天我們現場的來賓 要跟我們來討論 暗黑世界來的一些經驗 就是他們怎麼樣報仇 他們的復仇筆記本 簽滿了人 今天屬於他們的榮耀 來 我們依依來歡迎一下 來 歡迎甄莉姐 嗨 強強 嗨好 吳俊彥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楊森達 何宇文 你們用過什麼報復的手段 反擊那些欺負過你的人 誰先講 甄莉姐 甄莉 揭露前任的短處 是哪裡短 好刺濡 什麼意思 都短 就是 整個人都不好就對了 就是一個壞人 那是叫什麼 四長比有一短是不是 五長比有一短 五 五短比有一長 可是他是 他跟相反 他是五短 五短 然後沒有長 不是 他就是 其實身高是高的 可是其實是短的 但是卻有一短 對 五長就有一短 就是長得高大 但是還是短的 對 就是小的意思 好啦 應該是這樣講啦 長個不長鳥 就是比例很小嗎 這個不是我要報復的狀點 我那邊看 我不是要報復他很小 我是要說 他是我的 就是之前我跟前男友 那因為他其實是有點 就是 常常會跟別的女生就 狗狗吞 或幹嘛 搞曖昧 可是呢 你就會有一次就是我發現 就是 屬不知在路上被我碰到 他的前女友 載他媽媽出去 載他媽媽出去辦事 那我想說 前女友會載他媽媽出去辦事 那表示他們兩個沒有分開囉 那所以表示他沒有聯絡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男的一定有偶段子 對 就是有偶段子 我就有點不爽 所以我有去他家賭他們 你說去男生的前女友 對 去男生家樓下賭他跟他前女友 結果呢 可是我跟你講就真的被我賭到 然後賭到之後 就三個人就要坐下來講嘛 就是三個人一聊 被賭到 那表示他這個頻率非常頻繁 對 很頻繁 那三個人就要 三個人就坐下來講 那坐下來講之後 那其實這個男的我就決定不要了 因為我覺得 這種就是會劈腿男生就很討厭 那當然我們就會有共同朋友 都會聊嘛 就說那你跟他分開了 為什麼分開 然後你知道 這時候就要跟他講說 其實喔 我也不是想說他的壞話 你也知道他就是 又快又小 又快又短又小 快快小 對 然後呢 這都算了 都接受了 然後他還開 愛快裸蜜 這種原因很奇怪耶 對 那可是後來 我後來聽我朋友講說 他們也撐了三年 就是還是從 知道有我之後 還又在一起三年 可是這三年當中 他們只要一吵架 我就是中間的導火線 就說 你當初劈腿 真莉怎樣怎樣 所以你是中 你是 因為他是小青 因為你要知道 他是前女友啊 我是後來的啊 可是是 他認為你是小三 對 他認為我是小三 那妳就是不被愛的那個 才是小三啊 你怎麼這樣子 而且妳還到處傳播 他又快又小又怎麼樣 對 然後所以那時候 我又跟我朋友講說 我跟你講 你們真的不要害其他女生 如果他有跟你們講說 要介紹其他女朋友或幹嘛 你們最好不要介紹 不要害 除非你很討厭這女生 就介紹給他爸 那那個女生 為什麼可以接受她的快 搞不好他前戲做得長啊 他不願意浪費時間在你身上 OK 來 我這很想揍你耶 對啊 亂講 亂講 我跟你講 小或大 那個是很主觀的感受 真的對不對 你嫌他小 也有可能是你太鬆 放屁了 你亂講 沒禮貌 他那邊就撤子小好不好 不然為什麼他女朋友 那個女朋友不會覺得她小 那個女人是為了要贏 對嘛 那個女人是為了要贏 她就看到我後 她就死不離開 對 就是要贏 因為有的時候 女生要贏的時候 她就是覺得說 我管她是什麼 她就是這樣 我不滿意她 這小夏禮她遊戲服 她一定要裝有感覺 而且女生很奇怪 她會說 她就會想說 我就假裝我喜歡她 然後我就是一定要弄到她愛我 我再把她盪掉 女生的報酬是這樣子啊 我可以守護妳是最後的浪體 為了我停留下來 反正因為妳跟她 那個女的認為 她跟甄莉姐在一起過 她就是要撐到底 所以在那邊感覺也就忍了 對 那時候因為女人 在年輕的時候 不會以性愛為主 了解 真的 好 來 楊森達 妳要跟我們講 妳報復誰 我等這個報 等這個復仇 我竹竹等了20年之久 你也很沉得住氣 真的很厲害 處女座真的很沉得住氣 而且我甚至就是 成為今天的楊森達 就是因為這一股願 所以你現在是養身達而已啊 是 沒有錯 我的這個復仇方法就是 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這好深奧喔 這個是復仇的最高境界 經典手段 那時候我們隔壁班 也有很可愛的女團成員 然後我也好奇說 為什麼我從小到大 我的每一次求學歷程 我都沒有認識任何女明星 都沒有這種好事發生在我身上 旁邊這個是出道的 旁邊這個有經紀人 從來沒發生過 那偏偏我的好朋友Andrew 他認識隔壁班的那個女團成員 然後Andrew就仗著自己 跟他交情不錯 然後就是只要轉個二五八八 每一次就拜拜 在我們面前演那齣戲 那我要的也不多 我就說那個Andrew 妳可不可以幫我就是 介紹這個女團 稍微說我是Sanda 妳好朋友什麼 然後就算是一個這樣眼神 就是嗨 這樣都好 你也滿足了 對 這時候Andrew 他這時候突然板起一張臉 他這樣子 就是 妳 妳想認識明星啊 靠妳自己好嗎 好壞喔 他幹嘛這麼壞 這種嘴硬 Andrew這樣 他是不是也在愛那個女團 他根本就是也是愛到爆炸 但是一直跟他假裝是好朋友 因為怕跟他表白什麼 那個模糊的界線 然後到最後他連朋友都做不成 是 然後他也不幫我這個東西 我說好 那我靠我自己 我就繼續去 明星常出沒的一些什麼 吉他訓練班 國標訓練班 然後這些我就稍微也都練一練 摸一摸 你就是為了要追女孩子 我就是想要認識多一點明星 因為Andrew就是看不起他 是 叫他認識明星自己來 所以他想辦法用自己的力量去 我太氣了 不是因為你喜歡他 你是因為你想當明星 所以你要認識明星 我想要 就想說認識一些明星朋友 但無意間這些才藝我也具備 然後到最後就無意間參加了 超級魔王大道 了解 然後到最後 就是我經過一波婚禮的這個 登峰造極的這個 推波助瀾之後 我的粉專收到了一個私訊 他說 不好意思 那個誰誰誰 你是聲達嗎 然後 我是Andrew Andrew 他說 看電視節目 你是不是跟玉琳哥的交情還不錯 然後那個 如果有朝一日 如果他也非常喜歡玉琳哥 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不可以那個 也引進一下 或者是跟玉琳哥 可以稍微認識一下 他就這樣留了一段這個文字 我就說 你是誰 對 我其實不是很有印象 但是 如果要認識明星 我必須 靠你自己 這個我有雞皮疙瘩耶 整個 一股怨氣 演唱一戰 那是因為他有私訊 如果他沒私訊 那你這個醜不就沒報到嗎 其實我也就忘記了 對 但是他又過來私訊我 結果我竟然 這個怨氣可以有 早就這樣抒發出來 所以Anyway 可以聊聊 這二十年來 Andrew又在幹嘛嗎 我後來就沒有追問 你去看一下本專 他看我的訊息完之後 他就已讀完 他也沒有再回訊 他看到那個熟悉的那一段話 心都涼了 僅靠你自己 他應該就知道 好狠喔 不可活 太好了 這好狠喔 這有狠耶 對 非常好 其實我覺得我報復的對象 都是我的父親 我爸爸 因為他讓我是我這輩子最怕的人 因為他從小到大不管是怎麼樣 就是管我的非常嚴格 那如果我有一點點一絲的 沒有遵守他的這個意思的話 我就招來一頓獨打 那我以前就是我不管是衣服 或者是這種辣的衣服 或是妝 我都要到外面去 看不到他的地方 我才能把自己打扮成這個樣子 那回到家就乖乖的這樣回來 就是換另外一套 一套衣服放在外面 就是每天要到家門口 所以趕快換進去 這樣子變妝 那好幾次他就跟我說什麼 外面有鄰居在反應我 說我們這個社區啊 大家都很簡點的人 在這邊這個社區裡面 還有很多眼線 非常多人在反應我的行為 說什麼我在外面 看到有男生來接我 上下課 穿著鋪路 不只這樣 還在外面可能親嘴 就挑光武家的臉 在這裡面 每個社區人都是非常的保守 就是只有你 然後就看打我頭 你棒啦 我小時候還會都是這個樣子 都一定是這樣 那你不會閃躲這樣 我閃了沒有用 我大尖叫 我一定會尖叫啊 然後呢就是盡量吵啊 但是他會就是 他力量 因為他的力量一定比我大嘛 所以我就抓來就在打 但是我已經被打習慣了 所以造就我今天一整身的這個 非常好的氣魄 我什麼也不怕 就是有經歷過從小到大的 戰鬥跟極端上面的反抗 那當然啊 因為我小時候是沒有辦法反抗他的 但是我就把這些東西 記在心裡面 我會用我的招數 還有我自己抓到時間的時候 我自然會有自己的一套功力 有個天就讓我等到了這個機會 終於 這個機會來了 不知道我們家隔壁里 幫哪個人結婚 去吃吃喜酒 那我爸爸是那個社區的主委 三十幾年了 他當然要裝個樣子 好像 那個那個那個 到那邊去跟人家敬酒啊 要跟人家那個 要跟人家寒暄什麼的 他是代表這個社區的 那當然他們是有社區的那些 三姑六婆 全都在那裡了 我等這個機會 等了非常的久 好 我今天就穿得非常朴素 因為我跟爸爸在一起 不能朴素 但要是要個乖乖的感覺 好像沒什麼殺傷力 就一起去 然後他們在吃飯的時候 爸爸來來來來 大家吃了 大家吃了 什麼東西開始講話 我就趁機把頭抬起來 我真的這樣子啊 怎麼熊熊起笑臉 等等等等 你一定要這樣子嚇破他們 你要那個氣勢在 誰說我天天都還說不前點啊 十三姑六婆老處女啊 蛤 還說我有男人在我 哪個眼睛看到 表情沒有男人 他們都快坐在我身上 我告訴你們啊 我們今天來個知求對決 我告訴你們 人們忍很久了 來看天窗說兩話 他每天打我 就是因為你們的 他比較像那個 黑暗榮耀裡面 那個霸凌邊的人 然後就是你不像社會橋耶 然後我爸就嚇了 然後把我頭扒下去 不是 會不會是你爸爸這裡編的 為了要揍你 他自己看到 對我 他就怪著別人 他想要你有點好像 有點面子 對 爸爸就不要亂講話 他們老鬼 但是他們都不是處女了 所以這個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因此 就是這樣在那個喜宴這樣 這個復仇算很成功 我爸爸從此再也不帶我 去做任何的喜宴了 而且我覺得 沒有人在敢講 對 再也沒有人 他也不敢跟我講 什麼鄰居怎麼樣 但是他知道我會 我會一下 那些老太太回家想說 我們只是幫忙 他還要罵我們老處女 有必要嗎 我 我不知道 我就是不管 那些太太還跟老公說 老公我們昨天不是有座嗎 對 我不管 說我是老處女 我沒名對不對 小孩都生幾個了 不管他 就小時候騎腳踏車 忘了放那個座墊 就不是處女了 我管他了 搞不好 他老公早就很少就死掉了 我也不曉得 所以我不管是我爸 或者是鄰居 誰管誰是你們兩個 兩個哪個人檢舉我 通通都幹狗 就是這個概念 OK 我就讓自己為自己出了一口氣 這個復仇很成功 那Anyway 還是要問妳一個問題就是 那買汽車為什麼要找福利 因為我們家的車 是三年內總代理 而且有品質保證在信用 在各個汽車教育網上信用 以及評價都是全國第一 買車找福利年年有福氣 所以他還是很愛他爸 福利汽車是他爸爸 他跟他爸爸那麼多 恩恩情仇 可是每次要幫他爸爸宣傳 他一樣不遺餘力 對 我還是很愛他 他對我的那個管教是太嚴格 他不知道其實我是真的 他怕妳變壞啦 他怕女人太漂亮 因為他自己是男人 因為男人的心態就是 怕女兒小的時候 會被別人怎樣 被別人欺負啊 被別人被別人抓 怎麼樣 因為怕妳還是很漂亮啊 所以他不知道 我就偏偏一定要穿短的啊 我身材就是那麼好 我就是長得這樣 妳怎麼掩蓋我呢 他常常把頭剪短頭髮 他現在不會管妳了吧 他現在不會擔心這個問題 但是我是因為經歷我的抗戰 OK 因為妳怎麼復仇 妳怎麼復仇 妳的板子來 我坦白講 我經歷過那一次的事情 我經歷過那一次 在我心中有滿大的陰影 所以我的復仇之道是滿狠的 那位大姐 他真的是影后級的人物 他可能低頭看看自己 他可能開始有同感了 內衣就會變得顯得太大 自己年輕的時候 可能也遭受過 遭受 彷彿就是蒼蠅飛進龍眼殼 每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大姐要幫她出氣了 那時候那場錄影他就說 阿虎要幫我寫一個劇本讓我來演 叫我講喔 我是一支天 我說 我說你這好笑嗎 怎麼讓劇本寫三天三夜啊 等一下 記得要訂閱開啟小鈴鐺 支持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吉典熱炒店 吉典會在我心中 滿大的陰影 所以我的復仇之道是滿狠的 你被扁到跪地道歉 不是 我把他扁到 我要復仇我還被扁啊 看我 你們都搞清楚 這吉他錄什麼啊 吳俊英 我沒有辦法想像 你扁人耶 很難想像喔 你看起來不像是 可以把人家扁到地上耶 是嗎 戲說從頭這故事 對對對 是這樣子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是那種 怎麼講 爸媽都很忙 他們開早餐店 所以他們沒有太多時間可以管我 然後後來就是說 剛好隔壁 就是住我們家附近有一個鄰居 家裡就三個小孩 很熱鬧 然後他們經常跟我念同一個學校 那時候國小 所以他們都會希望我跟他們玩 可是你知道 當小孩一多的時候就會有派系 那我就是屬於比較外來的 所以他們對我的態度都是那種 好比說比如說我們一起玩 然後明明是他們做錯事 他們就打破花瓶 他們就全部推到我身上 對 類似這樣 然後結果呢 那個人的爸 那個三個小孩 我們就叫他叔叔的爸爸 他就說 他也明知道是 大家一起玩 大家打破了 可是他說 你怎麼這樣子 就是說我的問題 他說你沒人關卡 你沒有人管教 你是一個調皮的小孩 可是他就知道 我跟他們小孩常常玩在一起 那他也知道我家開早餐店 他說你們都同學校 不然這樣你每天幫我小孩 都帶一份早餐 然後也不給我錢 這種事經常發生 這就是霸凌啊 對 這真的是霸凌 然後還有有一次在他們家做家庭代工 家庭代工是一群小孩 因為他們就會做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弄筆啊 弄什麼 我就反正沒事無聊 就跟小朋友一起在弄弄弄弄 然後弄到最後 大家要去買飲料的時候 就買他們家小孩的 不買你的 經常這樣 然後咧 好壞喔 很壞 然後有好幾次 他就喜歡用那種錢的方式 來煽動小孩子 好比說 我跟你們講啊 我現在我有五百 那等一下咧 你們四個人打一架 看誰贏 五百拿走 這個是罵犯 這個是 真的 可是那都男生嘛 你也看小孩耶 對 就是打好玩 那時候國小打好玩的 你也不是真的就是這樣打 把你們當鬥雞 然後我跟你講 真的是鬥雞 然後結果三個就壓著我一個打 當然是先贏了再說嘛 壓著我一個打 然後我就覺得很憋屈 可是又很想跟他們一起玩 那時候分不清楚嘛 然後結果我就覺得 到了比較大 大概小五小六 有一天我都跟我爸說 我覺得我好像不能這樣 我想要去練個跆拳道 我就真的發了風去練跆拳道 就一直晉級 每天都兩百下伏地騎身 拉筋什麼 到了國中 一樣我們經常在一起玩 有一次過年 他爸又丟了兩千塊 所以說來 一樣 往年慣例 那個四個打一下 就玩一玩 然後贏了 就把那個 所以你們已經長大了 長大 我跟你講 鬥雞耶 鬥雞的概念 我跟你講 而且他們是拿那個 他們家都喜歡打麻將 都喜歡拿那個牌尺 你知道嗎 是拿牌尺 然後他們就抄了三個牌尺 就要來敲我這樣 好險那時候 我有練跆拳道 我真的是一個擋 然後一個揍 然後一直打 一直打 然後打他們跪到 就說 我說你還敢這樣打我嗎 真的被我逮到機會 好厲害 把他們電到一個 他們直接跪到 就說好了 好了好了 然後連他爸爸又說 他就在玩而已 你幹嘛出手這樣 他爸應該也欠揍 他爸也應該一起打 坦白講 那個時候就是 我那個積怨已久的 真的是五六年 好舒暢喔 被我逮到一個機會 就直接把他們壓在地上 打到說 以後還要玩這個遊戲嗎 請問一下 我說叔叔 你以後還敢玩嗎 他說沒有啦 沒有啦 他就在玩而已啊 你幹嘛這樣子 那兩千你要給我嗎 兩千大家一起買來吃個飯 你後來 也沒有讓我拿 但是我覺得那兩千塊 已經不是重點了 那個重點是 自尊心 我抱了一個 心仇大恨 你知道嗎 真的是心仇大恨 而且這樣子 你的自信就會上來了 對 不要再自卑了 要相信自己 真的不要忍 算是練舞有成 對 來 宇文 其實我的故事 還真的比較嚴肅耶 我的結局是 讓他消失 天啊 他這故事的嚴肅性在於 那個人真的消失了 他消失了 像我這種 去哪裡 好 我來講 細說重頭 因為我是15歲 就開始拍廣告 開始進入演藝圈 我告訴你 我剛出道的時候 真的是很清純 不要說有沒有什麼性關係 我連出文跟手 都沒有跟人家牽過 因為其實以前是沒有 性騷擾這個名詞 也沒有霸凌這兩個字的 以前在我剛開始拍戲的時候 大概才20歲 攝影師 以前拍單機的戲 攝影師 攝影師很重要 你看每一個 哥 姐 哥 我們這個攝影師 以前拍戲 不像現在有什麼美肌 攝影師跟燈光師 都是我們的再生父母耶 他那個光怎麼打 攝影師角度怎麼拍 超重要的 他把妳搞醜也很容易 我就碰過一個攝影師 剛才拍戲的時候 他那個導演是新的 攝影師是老鳥 哇 現場都在呼風喚雨 那每一次是不是看完 你都要去看那個螢幕 回放 那回放的時候 你會幹嘛 蹲在導演旁邊這樣看嗎 蹲的時候呢 我就會這樣遮一下 遮一下的時候 那攝影師會說 遮什麼遮 哪那麼小 誰要看 他就會嗚嗚 因為導演跟 導演會看 演員會看 攝影師跟燈光師 以前是沒有現在的技術 你只能回去看那個 攝影師 對 你演得好不好 有沒有穿幫任何事情 都只能看那個小小的攝影師 然後如果說 因為其實我不是怕他看到 就是小女生就是會覺得 要遮一下 現在我們也還是會遮一下 你也不會說 現在40歲就打開來 大辣辣的 只有搶搶吧 對不對 對對對 不可能嘛 所以 比如說你怕穿幫的時候 你可能一直拉裙子 他就會走過你旁邊說 拉什麼拉 誰要看啊 就這種你知道 戲不好好演 一直擔心穿幫 我那一部戲 拍了大概四到五個月 然後我每天都是很卑微 很卑微的在演 被被打壓的 真的 然後到有一天 有一場戲 剛好演什麼你知道嗎 我家道中落 在竹早上門 因為其實 你是要從慢慢的悲傷 到崩潰大哭 我告訴你 平常我演戲 真的 導演怎麼罵我都哭不出來 但是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到他每天在那邊 笑我的身材 然後笑我的什麼 我就 妳忍耐很久了 我剛好一次過那場戲 很多很多 就是情緒湧上心頭 這四個半月 我這整個人 委屈 然後我剛好那天演的時候 一次過 被一個大姐看到 那個姐一看到就說 何宇文妳會演戲了耶 然後我就開始跟她說 我說姐我不是演的 我真的很難過 我就抱著她開始抱頭痛哭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那位大姐大 那位大姐大真的是 影后級的人物 她可能低頭看看自己 身材也是 是OK的 還是不OK的 也是小而美 對 小而美 巧而巧 她可能開始有同感 她內衣就會變成 顯得太大件 自己年輕的時候 可能也遭受到這種 彷彿就是蒼蠅飛進龍眼殼 那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大姐要幫她出氣了 對 大姐出氣了 我覺得玉琳哥對尺寸大小 都很會形容耶 好奇怪喔 對啊 蒼蠅跟龍眼殼 這個是一個比例啊 然後那個大姐 真的很有正義感喔 她就說我聽懂了 她首先先站起來說 她講了一句話 我真的超感動 她說今天宇文這場戲演得很好 從今天開始 她就是我的人 她說她就是我的乾女兒 以後大家在現場 不要再欺負她囉 就看著那個攝影師 亦有所知 然後呢 過了一個禮拜 其實我也不知道 在這場戲快拍完的時候 這個攝影師就不見了 大姐把她處理掉了 其實我 就被換掉還是可約到 Whatever就是 或是因為 當然有一個可能是 因為這製作人要拍下一部戲了 對 他就因為有時候 他會兩組 對 先帶走 然後這部戲要結束了 就換別的人來 不管如何 這個人就消失了 往後的日子裡面 還有聽說過 關於這個人的訊息 這個人可能一直都有在拍戲 但是我覺得 在演藝圈最好的方法 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強大 所以你看現在 現在第一個 我不在乎穿幫了 可以的話 就是 第一個我們已經沒有在乎了 第二個你的演技 現在大家都比較 在乎這些事情 對 因為以前是沒有 保護女生 對 所以我會覺得好棒 就是終於可以忍到這種 男女越來越平等的時代 然後我很感謝那個大姐 當初替我吃氣 很棒 好 這個每一個人 心目中都有一個小本子 這個小本子可能會記錄很多 就是你遭受的一些 不平等的待遇的一些點點滴滴 可能是人民 對 可能是事件 就是如果有一天有機會 你想報復誰 你想反擊誰 來 是誰呢 請舉牌強強先 好 我要報復的強先在現場 就是 就是你了 什麼言 就是你 是你 是你的 就是你 歡迎你 你這個實在傷得我太深了 什麼事 我因為你這件事情 我整個 搞了非常地久的時間 聽說你焦慮了一年 因為就是 陳婧媽妳在這個節目上面 就把我跟一個男女人 男女人真的很 阿虎 我知道 對 有有有 有把我跟他 阿虎真的在喜歡他那個時候 沒有 阿虎還為了你執法不是嗎 不是 剛好屁事啊 是 是他給人家莫名其妙 就是說什麼我跟他 其實那也是一個節目 就是剛好我跟那兩個在開車 然後說你們兩個在一起 你們兩個是一對 我想說好啦節目啦 就沒他沒他 好啦對對對啦 沒他交個朋友好了 但是我覺得交個朋友這樣玩笑是沒問題的 OK OK 之後來這個人就歪掉了 阿虎真的假的 你沒跟我們講他歪掉了 因為他就 他就開始 就開始會用這個東西去一直一直渲染下去 真的假的 講的跟真的一樣 就是 說人家 對 他就跟人家收你們在一起 對對對 變成有點像是影響到我私人 就是可能就是說 我跟他 根本就是像平常跟宇文啊 像是你們啊這樣子的 這樣子平常 節目上見面而已 節目上見面哈囉 但其實沒有到太太過近 可是他後來是就是在我們兩個 走歪掉了 可能平常都沒有見面狀況下 他會微乎去PO我們兩個合照 去營造就是我們 好笑喔 這是誰的IG 他的IG 阿虎的IG 就是他會營造就是我們 然後PO你們兩個 對就好營造 而且你笑得好甜喔 沒有就好笑 因為我覺得我跟妳說是這樣 跟妳拍照都是這樣 鏟鏟他把妳拍得很美耶 對啊 我本來就長這樣 再怎麼拍都是一樣 現在鏡頭看我 我也是這樣 沒有 這不是照相機的問題 所以我跟你說的是 就是他讓我覺得說 你幹嘛一直要營造這個東西 然後下面很多人說 什麼啊 幸福啊 祝福啊 因為大家本來傳為一段佳話 就是搶虎鍊這樣 搶太多 重點講到這種更生氣 現在連Google都 我跟他的名字打在一起 是什麼意思啊 關鍵字喔 關鍵字 我跟你講 已經去搞成這樣子 你看你的力量有多大 你不要亂講 那也是大家祝福啊 我怎樣祝福 我不需要他 我的條件還有我身邊的樣子的人 通常會是這個樣子呢 那時候把我逼瘋了 為了要斬斷這個蛙溝 那時候我找了飛好幾個零食男朋友 跟記者說 我有男朋友了 我跟他的相處還不錯 我們也可能就有 找到這個結婚的道路 我跟你講 我搞了好久 然後呢 所有的電視台 又很愛玩這個玩笑 就是動不動開玩笑 我真的後期啊 我真是人無可忍 我後來是生氣到這樣啊 我也是在錄影的時候 又是有他 有他在嘛 然後他那時候 那個時候那一場錄影 他就說 阿虎要幫我寫一個劇本 讓我來演 他叫我演說什麼 叫我講喔 叫他在這好不好笑 超難笑的 他說什麼 叫我講喔 欸 叫我說 他說 我說 我問妳 這好笑啊 什麼 亂劇本寫三天三夜啊 然後我就把那個紙 我就把那個劇本 拿再當場 那把所有的電視台 都撕破 然後所有電視台 都不敢說話 就嚇了半死 然後製作人還跟我說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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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話跟妳講 像妳怎麼這麼激動 我說不要太開這個玩笑了 我跟他真的完全是一點 瓜葛都沒有 他們說那拿掉 拿掉 拿掉 那不要演 不要演 我說不要演 不會演 我就再也不理他了 反正 真的我真的氣到 他現在沒有通告 會不會是因為我覺得 他沒有臉見你耶 他這半年沒有在演 你為什麼 沒有看到他耶 是假的 其實我是覺得啦 我 你看你又心軟了 你看 你是不是 你要拉拔他啦 我是等到處且老人 就是不要 我真的不要跟我說 牽扯到那一塊關係 我覺得當朋友是可以的 你會不會是那個 有了心患忘舊啊 因為 我跟他愛你 欸欸欸欸欸欸 喂 我要報復你啊 我跟你講 他那時候發那個 那張照片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半夜的時候 我看到那張照片 還給我深夜發 你知道嗎 我就 你末年年齡子 大概念了大概七八次 我想說我暴斃的話 我不做定文的解釋一下 最近坊間肥短流長 說你跟趙哥 那這是什麼一回事 趙哥我覺得還好 趙哥他至少他 沒趙哥有女朋友吧 對 趙哥有女朋友 而且他私底下也不會去 做那些 就是故意要營造這個東西 趙哥根本不會用IG吧 對 可是你營造到私生活 讓大家來變成跟我的 跟我的關鍵字連戰預期 OK 我就是沒有辦法扔這個去 欸 我懂 我跟你講我的關鍵字 真的夠衰的 我的搶強姿 一個是變性人 這個是阿虎 那人要發了瘋 衝過來 然後各種吃我豆腐 然後我說好了好了 我要去上遊覽車了 然後他們從遊覽車上 把我拖下來 哎唷喂啊 他們真的以為我是泰國的歌手 我就給小鐘看 說你看我跟我女兒一起跳舞 好開心喔 他就看一看 說哎唷 果然是你生的女兒啊 怎麼跟你一樣 運力感那麼差 欸 小鐘耶 你有看過小鐘 你學Michael Jackson 學得有多爛嗎 我關鍵字真的夠衰的 我的搶強姿 變性人 這個是阿虎 我跟你講 什麼變性人 他有一個關鍵字是變性人 他說我變性啊 他有人在下面說什麼 跟我是同個地方一起變性的 他真的確定 誰啊 真的啦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我被 被羈押的一個火 我真的很難 很難去放開來 很難爆炸 我真的有一天會得到神經病 真見過了啦 因為阿虎已經給大半年 消失了 這件事都試過近千 我不是那種 要巴著這樣不放的人 我是那種 那阿虎如果跟你道歉 我可以 你就阿莎莉就算了 對 我阿莎莉算了 我是沒有隔夜仇的人 我就是這種 這種非常直接 開電窗說亮話的 但是我覺得今天就是 讓大家證明我跟她是 完全沒有關係 一筆勾銷 正重 澄清 強強跟阿虎沒有任何關係 完全沒有 對 完全沒有 這完全就是節目效果 不要再講 對 你要幫我澄清這件事情 我就用我的餘聲 我的力量所及 我就幫你澄清 好 來 升答 我要報復 你想要報復的這個人是誰呢 我看 國歌 為什麼 國歌 他人那麼好 他人那麼好 對啊 你們想不到吧 他竟然非常的陰險 怎麼說 想當初我在一個運動會 那時候大黨運動會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兩個不同的隊 然後我想說他是一個 我敬重的前輩 但是殊不知 我們在游泳比賽項目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我們那一隊的主將 另外一隊的主將是郭哥 郭哥看起來沒有在游泳 那時候我也是想說 這個就是輕鬆出手 直接得分 它弱得跟猴子一樣 結果他一服一脫 六塊腹肌 你們不知道郭哥 他常年專研游泳 每天一千公尺這樣子 他是一個水中角龍 水中角龍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下水的時候 我們原本就是 比賽不要動真感情 我們比賽 突然那郭哥把泳鏡戴起來之後 整個人變臉 然後他一蹬牆出去 我感覺他是要給我衝全數 我們說好就是比賽做做效果 中間還可以有點嬉鬧 自由式 然後滑過來的時候 還可以說個哈囉 完全沒有 結果這個時候 我們兩個就正式的進入競爭 殊不知 我當初在敦化國中的時候 號稱敦化小海豚 你也是飛魚嗎 我那時候是小海豚 飛魚是我 我國小六年級 在我們嘉義自然國小 外號飛魚 飛魚 飛魚 是 所以看起來 你不像會游泳一樣 你是小海豚 真的需要我脫衣服嗎 我脫掉也是六塊肌 真的 不要啦 不用了 不要為難你 是 結果後來就是那一次 我就想說好 既然前輩 要不要尊重一下 可是我想說不對 節目播出 我整個家族也在看 我整個社區也是很聽過 你背負整個洋家 我想說好 那我就直接給他抄下去 我就是一追 直接抄他半個身體這樣子 然後就比完比賽之後結束 郭哥就上岸 上岸之後就 聲大影過來 然後我說怎麼了 你手機給我 你手機給我 然後我就不會吧 他該不會是看我等一下 在比賽之前我滑手機 那時候手機剛換 他該不會要摔爛我手機吧 他拿過來說 你跟旁邊的女生交換電話 他在你游泳的時候 叫得非常大聲 我一抬頭一看 若琪遠遠走過來 她是那時候的啦啦隊 我跟若琪明明是兩條 是這樣子認識的啊 兩條平行線 沒有任何交集 因為若琪在第一個遊戲的時候 就勾到他的腳拇指 指甲翻掉就送一眼 然後他回來的時候 我們整個節目已經錄完 我跟郭哥那個已經最後一趴 郭哥這時候就叫我 跟他交換電話 然後我想說 這個前輩好特別的癖好 叫我跟他交換電話 結果果不其然 我跟若琪 就交換聯絡方式之後 那很好啊 天雷勾動地乎 自古有云 英雄難過美人 那你幹嘛要報仇 我那時候原本想要 認真地衝刺我的事業 結果我一腳跌入 愛情的陷阱裡面 然後一直不可思 被入侵亡 對 然後原本 你現在是在放閃嗎 對 我現在聽起來超不舒服 你是在放閃嗎 你把一個復仇的故事 變成放閃故事 我原本大量的時間要做表演 做什麼東西 我後來通通都在做飯 做咖啡 做什麼 沒有 他放棄了 他大好的演藝前途 所以是後來因為這樣 張立東才超前你的對不對 對 就是你看 就是你一個講起來 他算是你真正的媚人 他是我的媚人 對啊 你在感謝他吧 但卻可以來參加一個問題 是 所以我要趁著這個機會 跟郭哥說 哇 甜蜜的復仇嗎 好甜蜜喔 就是放閃的故事 復仇 哇 這個比起搶搶 跟阿虎的搶舞練 對啊 聽起來好多了 真的喔 對 我不是個炮灰嗎 你這個是什麼 什麼復仇啊 來 來 甄莉 妳想要復仇的對象是誰 何宇文 我是妳的最好的朋友耶 妳怎麼可以講我 我對妳有多好 真的假 她就是我的好閨蜜 沒錯 可是通常好閨蜜 妳是不是就應該希望 大家都很好 當然啊 這位小姐 她生日 今年生日 她許了個願望 她就跟我們講說 我今年生日我有個願望 希望妳可以幫我完成 我說好啊 好啊 妳有什麼願望 陪我去練跳舞 我說 可是我最不會就是跳舞 我跳得比妳還差 妳肢體障礙 我比妳更障礙 妳還跳得比她還差 我跳得比她還差 因為我筋骨很硬 妳知道嗎 玉琳哥不相信 我跟妳講 她很慘 我真的跳得比她還差 然後後來她就說要去 那我就說 她就說 妳 我們要多練習 要運動 妳都不運動 妳要運動一下這樣 那我想說 反正妳就陪我練跳舞 運動一下 好吧 那既然陪她OK 可是我跟妳講 跳舞教室在天母 我想天母百菱橋過了就好 那我從永和過去 差不多35分鐘應該可以到吧 殊不知她是天母的底 她不是天母的頭 所以我 好 也算囉 自費 自費上課嘛 OK 然後她叫我們去 她就說 妳要認真跳 我說為什麼要認真跳 因為我要拍我的YT 妳叫我們來陪妳練跳舞 原來是要拍妳的YT 我說那這樣 喊妳說 不會 不會 妳相信我 我會找那個攝影師 來幫忙剪輯 妳就會跳得超厲害 我跟妳講 看到的人都說 看到我跳覺得超好笑 因為她把我剪得很濁 妳知道嗎 哪有 妳回去看我的YT 現在這才登三天 就已經三四萬人看了 那這代表更多人看到她的濁 對啊 真的 妳知道嗎 妳看上面 性感耶 大家 是我的生日 我問妳 這是不是精神很可嘉 而且我想這一段 人家很生氣就是 她的名字不好好取 人家姊姊 她跟我們取大風大浪的阿姨 然後呢 要講大風大浪的阿姨 對 人家是 誰用被叫阿姨 不是因為YT要有點 就是吸睛 要搞笑 人家是乘風破浪的姊姊 所以我就說 那我們就是大風大浪的阿姨 有 這種名字很容易 那個引起的關注 對 要不然叫冷靜情深的 可是人家不想被搜尋 就看到甄莉阿姨 對 這也都算了 你知道有的時候我們 她永遠幫我們選練跳舞的時間 不是在禮拜五 就是禮拜一 你知道我駕馭是要回台中的 所以我要不是練完跳舞 去趕高鐵 就是我禮拜天要去做 最後一班高鐵 跟人家擠 有時候還沒有位置 我要站回到台北 然後禮拜一早上跟她去練跳舞 這個真的是好閨蜜 所以我很累 你知道嗎 沒有 可是我告訴妳 這一部片子的反應跟 真的很好 因為我當初想拍的是一個精神 就是我 像玉琳哥知道 我真的是肢體殘障 可是我告訴妳 我因為我的女兒 開始喜歡黑色色 我就開始喜歡跳 那個韓團的MV舞蹈 我後來發覺我身體變好 是因為我去跳舞 然後心肺變好 跳得好不好不重要 重要是精神 要有自信最重要 所以我才找這些好姐妹一起跳 拜託 林佳儀學五年 妳看 如果照妳說妳找 是不是都要找差不多的 我跟妳講 她為什麼找林佳儀 那是因為真的沒有人要加入 妳知道嗎 找到林佳儀去應該是 就是林佳儀 一定是最後最後選 她說要找林佳儀 她跳得太好了 我們這樣子不是很那個嗎 我說那妳看妳還能找誰 余皓然 余皓然不要來 然後Julie姐 Julie姐不要來 大家都不要來 不要 連何佳儀也不要 我告訴妳 因為她是一個阿姨 沒有人要來好不好 你們現在以為怎麼樣 我跟你講 這瀏覽率一播出來以後 我跟你講 修惠姐 修惠姐看到 她說下一次她要來跳了 真的 妳就一個東西 妳先 生鮮事組做下去 有反應之後 這一支成功 妳下一次再推一個 大風雜浪的阿伯 就找我們 對啊 真的就是妳就是 妳還有誰潘若迪嗎 林佳維中 一起跳 小鐘 小鐘 對 對不對 是不是 真的就是 因為我會覺得 這是有意義的事情 妳不要再抱怨了 我看好2023 甄莉 妳就靠這支影片 妳鮮魚翻身了 我跟妳講 真的嗎 結尾啊 誰就跟那個小梁哥 弄那個孔流 他搞了三年耶 對啊 對 妳不但不能推說 毛起來給他弄 我們就是 BLA PINK 從不一跳變成會跳 繼續鬧子 那如果可以練出P腿的話 更厲害 誰 你們要練出P腿 其實我們也要P腿 真的 我們就是要 就是我們就擺明了 我們就是中年版的BLA PINK 也可以啊 就繼續學下去啊 OK 對不對 好不好 太好了 俊彥 俊彥 我想要報復人是 每次 他都被他叫 對 對 V2哥 為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有點逗 那因為我們以前錄那個棒棒糖 就是他 他就是製作人 然後那時候就是一群臭男生 那你知道臭男生聚在一起 會有一個 我覺得不是年紀的問題 反正我覺得只要一群男生 湊在一起 智商就很容易變低 然後就開始各種調侃 然後那時候呢 他們又覺得我黑 又瘦 然後就都嫌我住三重 然後那時候 調侃 你是台客 調侃完了就沒事 接下來又會開始調侃說 你是泰國人 就調侃我 調侃我是泰國人 每天在節目說我是泰國人 泰國人 結果調侃到最後 有一天 B2哥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來幫你發一張泰文EP B2哥就說 不然這樣好了 我來幫你發一張泰文EP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喔 不錯啊 結果沒有 他是真的請了一個人 你知道我先講這件事 後來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 已經過了十幾年喔 我出去人家都以為 到現在喔 因為來自那一張泰國人 然後每一個人都說 你泰文是不是很厲害 我那時候看你唱這歌 都很標準 那時候事情誇張到怎麼樣 那時候事情就是說 他們有要做一個好笑的企劃 就真的幫你出一張泰文EP 然後找一個泰文老師 來教你泰文這件事情 然後你要把那個 包裝堂的歌翻唱 那時候居然還真的 辦了一個簽唱會 你知道嗎 我們還跑去 那個桃園 好有笑是你嗎 對 那時候他辦在一個 都是泰老的火車辦 那這是一個代表會的海報嗎 這是一個方法 然後後面還放兩條鮪魚 我怎麼可以搞這麼LOW啊 真的就是 他就故意要把你搞LOW 你知道 後來他把我 而且什麼東西啊 什麼 拔兔啊 就是拔兔 小天王 拔兔 泰國小天王 拔兔 說對 然後就真的辦了一個簽唱會 辦在桃園火車站 然後到處都是泰老 就有泰老 真的聽得懂喔 就真的跟你搖起來了 那這就算了 直到有一次去泰國 我們去看仁妖秀 這個也超鬧 看仁妖秀的時候 我已經就坐在那邊 我講到就低調一點 就看表演嘛 沒什麼 然後結果 出來要跟仁妖要拍照嘛 然後結果不知道我們哪個團的 跑去跟導遊說 那是泰國導遊 他說你知道他發過泰文專 泰文EP嗎 然後放那影片給他看 然後那個泰國導遊就很興奮 放給那些仁妖看 那仁妖發了風 衝過來 他們的食物菜 追著我 然後各種吃我豆腐 然後我說好了好了 我要去上游覽車了 然後他們從游覽車上 把我脫下 哎呦喂啊 是到這種等級 他要你跟他們一起表演 然後撕破你的西裝褲 沒有就是一直想要各種吃我豆腐 他們真的以為我是泰國的歌手 或者是然後泰日 你知道泰日混血 他們也會一直在那邊歡呼 BATOO BATOO這樣子 那時候他們都知道 那個是BATOO的名字 以後這樣喊出來 就覺得很鬧 你不是應該很開心 就是感覺有巨星的感覺 紅到泰國去 不是 那不是紅的 那個是真的被弄的 就是我明明就不是泰國人 然後到現在 這樣也很棒啊 但到現在我解釋不清 泰國人很多都很漂亮 跟很帥 沒有人知道你 沒有人有幾次泰國人嗎 還是有的 我跟你講那時候 我前幾天也是公司尾牙 然後就招待一些廠商來吃飯 然後真的就是有年紀比我小 大概23歲 他說 我從小聽你的泰文歌長大 我整個昏倒 我不是泰國人 他到現在都以為我是泰國人 那你有發一張泰文AP啊 對 我覺得 我到現在我沒有被 你要好好的港跟妳語答 你有代表錯 因為BATOO這個事情 就是你的巔峰了 巔峰完蛋了 你不覺得撞BATOO以後 你就開始一天不如一天了 真的好像是 好像是 你要感謝他 來來 余文 我要想這個 我剛才想 我想要復仇這個人 其實甄莉 我們真的應該要復仇的是他 小鐘哥為什麼 為什麼 我告訴你Melody 因為剛剛甄莉抱怨我找他跳舞 我為什麼會找他跳舞 我是不得已的 我本來要做親子舞蹈系列 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是做 我跟我女兒跳Black Pink 我是基屬嘛 他們一個人是Rose 一個人是那個 一個人是Lisa 對 還找了一個他同學 就是找了一個同學當Jenny 然後呢有一天呢 我跟你講我多恨他 有一天就在你們這個樓上 女大 在那化妝間四樓 我就給小鐘看 說你看我跟我女兒一起跳舞 好開心喔 他就看一看 他說 哎呦 果然是你生的女兒啊 怎麼跟你一樣 運力感那麼差 小鐘耶 你有看過小鐘 你學Michael Jackson 學得有多爛嗎 你憑什麼 而且你怎麼可以 當媽媽那邊講女兒 一個只會跳舞 Dancing Good Good 那種人 小鐘 潘若迪 潘若迪講我不會跳舞 我接受 因為他是專業 小鐘憑什麼 批評我不會跳舞 然後講什麼不能講自己 你不能講到人家小孩 你知道嗎 對 可以罵你 不可以罵小孩 不能罵我女兒嘛 你要無辜 小孩是無辜的啊 小孩是無辜的 他說哎呀你女兒 這個什麼什麼 然後看完之後 他就說 那那個旁邊是誰 可怕的事情來了 旁邊那個就是Jenny 就我女兒的同學 她說 我看只有那個Jenny 跳得比較好 我就說 那不是我女兒 他不誇我兩個女兒 就算了還誇別人的女兒 你看是不是 她會怎麼發這種YT 沒有辦法 沒有 因為我女兒想要 就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記錄的過程 小孩子不用跳得好 是他們學的過程 會很有動 我們一起努力 參與互動 對 然後最重要是 小鐘還講了一件事情 他就說 我就說 我就開玩笑 順道說 小鐘你不是也很愛跳舞 不如我們下次一起來跳 他說 找我跳可以啊 但我收費滿貴的 而且你看看你的瀏覽率 才3280人 這種瀏覽率我不拍 我才剛發六個小時 就3280 對啊 我現在那支影片 我們那個跳舞的影片 播三天 在臉書就已經4萬了 很厲害 對啊 所以 成績了不起 成長你那個才多少而已 賴士雄告訴宜文姐 賴士雄的影片播一個禮拜 已經104萬次點擊 沒有 沒有 我的意思就是說 小鐘他憑什麼這樣子 批評我的舞蹈 我跟你講 小鐘 你給我記得 一年後 我WINNY後 何宇文 不會只跳這個舞蹈 我告訴你 對 我們就是要加 你看 是不是 復仇 我們跳現在 在一起 我們就是跳給你看 明年我就變馬丹娜 不得了了 所以從今天開始 大風大大的阿姨 正式成去 魔鬼集訓 大風大大的阿姨 祝福你們好不好 對 面對不公平的待遇 真的是想反擊 是很正常的一個反應 這個是真的有研究 復仇的過程 可以抒發壓抑的情緒 你不覺得你們剛剛罵完了 大腦愉悅了 有動力了 尤其是強強 開心了對不對 放下了 而且你也原諒了 原諒放下 也沒那麼氣阿虎 天啊 對 阿虎下個禮拜可以復出了 對 對 對 所以 但是我們報酬也是要有方法 是 要有比較有智慧的方法 像我認為過得比對方好 是最好的方法 我們勇敢地活下去 堅強地活下去 我就是活得比你久 烏龜比氣場 是 活到我親自送你上溪天 那才是我們人生最大的生命 活得精采 然後做活得正向 這個很重要 OK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婆